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是这本书的可爱之处 因为王老师他自己的知识量极其大 他想要把书写得比较晦涩 比较深奥 那其实很容易 他完全可以有那个能力 但是他选择另一种方式 就是侃侃而谈 就像两个人坐着聊天一样 砍大山一样 他把这本书你写完了 就像出座船司司机在跟你聊天一样 那种感觉 对 他什么都能跟你说 而且很多聊得很有意思 就是聊的都是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其实的 他给你讲这个陕西 对吧 那如果我自己讲陕西 我可能就比较沉重 我就会讲到这个历史 讲到那些王侯将相 讲到那些归于一把黄土的未遂的心愿 讲那些英雄老去美人耻目的遗憾 对吧 给大家讲那些 他就给你从一碗老汤讲起 说这个陕西的感觉就是一碗老汤 浓缩的一碗汤 然后从这碗陕西的浓缩的老汤里头 去给你讲陕西人的性格 讲陕西人为什么很猛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我很喜欢看这本书 就把各个不同学和一些知识 都给他串起来了 对 你以前是教啥呢 我教语文还是教英语 两个都教 教语文的 对 哎呀 那今天这些书应该有你读过的吧 那个 《小史记》 《小史记》读过是吧 对 来 拉会儿墨啊 咱要不就 直接你来吧 《小史记》 嗯 《白乐园》 我们不是要把那个毛洞文学奖 都要给大家去撸一遍吗 《四十同堂》 《四十同堂》 这些书都是买的是吧 《人间词画》 对 《人间词画》 你们还给学生还给学生讲王国维吗 《人间词画》里面会稍微讲一讲提一提 比方说讲温庭云啊讲李商尹啊等等 这怎么去评价他们的一些诗词 嗯 嗯 然后这个怎么讲呢 上一次《小史记》 我看完之后啊 它其实跟那个大的那个《史记》的套装不太一样 它其实是按照不同人的身份 像王虎将相啊 《诸子百家》啊等等的来讲 然后里面讲的都是孩子能够看懂的一些故事 对 嗯 这个 有朋友说上小孙 小孙一天会来吗 小孙刚问我呢 他说这个是否需要他来 然后呢 你怎么说 来跟我配合配合 我就问他咋配合 然后小孙他来了之后 他坐回来听我讲 我说那你还不如别来 右下角啊 这个需要朋友自己拍 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史记》这条书 我们那天给大家找那个大史记 就是那一箱 那个那天没有想到大家那么受欢迎 其实我还挺 挺出乎意料 也挺感动的 就是现在大家好像就是 陷入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你的情绪呢 一般是靠自己深夜的emot朋友圈来化解 然后呢 你的生活呢 主要是靠发等音 发朋友圈这样的事情来记录 是的 你人生的一些 怎么说呢 遇到的难处呀 或者很多的内心的苦楚呀 主要是靠这个自己去看一场电影 跟朋友甚至跑一趟游乐园 我的意思就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年龄的 同龄人啊 大家往往是一种消耗性和排解性的 但是很少有这种 比如说持续的输入 然后让自己 有积淀 有思考的那种 像那天推荐的大史记那一套啊 那天卖了五千多本好像是 五千多套 四五千套 挺震惊的 因为那一套就好几百块钱 那个里头我自己平常就喜欢看那些 我喜欢看 尤其大家的最近 我发现大家在我们直播间里 很喜欢那些英雄的故事 听那些李世民的故事 听那些 这个霍去病啊 魏清他们的故事 对 还挺好 挺感动的 我就是 其实有时候你看一看书 你慢慢就静下来了 然后最终书也解决不了 你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 其实我发现以前的我性格很懦弱 我时常是看 通过看书来逃避现实 坦实来说 我去年冬天那个 给大家也讲过很多次 对吧 不厌其烦 去年冬天我们直播 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 真的屡次动摇 要不要坚守 但是你每天都是白天一动摇 晚上回去看书 躺着睡一觉 第二天再继续 那个时候就翻翻翻翻 每天翻那个 那边说 尼采 每天翻尼采 你说那看完之后 你才看到现在能让你想清楚事情 他做 其实也没有 他只是可能让你更加 就是反应迟钝的一些吧 有的时候 其实 机缘巧合 你说你当时反应迟钝 磨蹭磨蹭 对吧 你就停了下来 停了下来就坚持到现在 那谁知道后来能留爱华民的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在看很多历史的时候 就是 因为我现在有这个经历 所以我给大家讲 可能能更加真实一些 你在历史里头 看很多英雄的坚持 对吧 他们孤军深入漠北 他们带着自己的弟子 周游列国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你看那些 你站在一个后来人的视角 你觉得 应该那么做 因为他们会 万事实表 名流轻史 或者说因为他们会 风狼拘续 然后引马汉海 这是你站在后人的视角 去看他们的结果 但当时他们可不知道 他们只能孤军深入 对 然后去打仗 对于当时他们来说 就是孤军深入 或者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颠沛流离 那你想 孔子每天带着自己的弟子 周游列国在干啥呢 他自己政治抱负 得到实实了吗 没有 其实 对吧 孔子在生前是不得知的 然后呢 他的论语 也是他死后这个弟子 根据他的一些言情 整理出来的 对吧 那他当时也不知道说 有一天我会被大家写的 教科书里 我会成为万事实表 对 我会成为这个美国人 编撰的一本书 叫做影响人类历史的100人 孔子排到第三位 那没有人想过那件事情 那本书帮我们上一下好吗 那本书有是吧 小黄车里面 今天应该是有的 也可以给大家上一下 影响世界的 进程的100个 对 有你把那本书给我 样书给我 这本书我是 很早很早的时候就看了 这本书还挺有意思的 注意 它只是这个作者的 个人排名 它并不能代表 所有人的观点 但是看书的本身呢 就是引发思考 当我们如果 就是聊的都是 书里头的内容 然后呢 有一些能够 这边 共同交流话题的时候 至少看书 也能让你社交啊 东方小孙平常 跟我一聊天 余辉 你最近看啥书呢 你最近有时间看书吗 看每天 整天很忙的时候 那也得看 那也得看书 如果说忙都没时间看书 你把其他事就退了 但是有时候 也有一些身不由己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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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得看 你看这个 我给大家讲一讲 它这个 这本书也有是吧 其实拿这个书 可以跟这个小史记 这个小史记 是单纯给孩子看的 成年人看它的话 可能觉得 它整个都是这种 非常动人的故事 可能不一定 特别满足 因为成年人需要 一点点这个难度 就像你去健身一样 对吧 成年人需要一点力量的 上那个杠铃片 亚铃片 对 你是要有一点肌肉酸痛感的 但是这个可能就很清晰 就是原地跳成20个 它这里面有讲孔子 讲孔子的时候 就是在讲他的一些 周游列国的一些故事 虽然志向不得够彰显 但是没想到后终又成为师表 这个文章 它的用词写得很好 我给你看一段 讲孔子那块 讲到了 他的 你看啊 我就看这一眼 说西洋照在孔子 一行人的身上 拉出长长的影子 投在木篱笆上 篱笆内青色的葱 欣欣向荣 三座茅屋显得 朴镯干净 正中一座呢 是南 座北朝南的五间正房 靠近葱地茅屋 飘出炊烟 小米粥的香气 让三人都生起了食欲 对面一座香房的窗下 一张席子上 做一个黑衣白发的老者 一动不动 像是在打盹 你看他 写得很有美感 所以如果自己的小孩子读 第一个你可以借此 去了解一些这个 史经的名人 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让孩子有阅读的兴趣 因为这本书 它明显就被孩子涉及的 语言也优美 画面感也强 写得很细致 写得很细致 对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是比较惊叹于 他对一个人物的一个梳理 因为像我们之前 知道史记的话 然后一提到就是 12本记 12 三世世加 七世列传 然后看起来都是 大骨头的厚厚的书 又是文言又是白话 但像这种书的话 故事性很强 而且就分成了帝王将相 分成了像诸子百家 等等 你的孩子很有可能将来 就想成为那样的人物 所以相当于也是 树立一个榜样的力量 所以孩子在读的时候 一方面是读故事 另外一方面 会被里面的情节 就淡入进去了 明白 非常好 这个有很多人说 丈母娘昨晚熬到半夜 现在又起来 饭都没做 赶快 对 跟着你来看 不用 今天好不容易周末 把手机都放下 好不好 不用停 没事 反正我们也在这 胡说八道 把手机放下 陪陪孩子去 然后有时间 带着他去附近公园里 走走 爬一爬山 就是昨天晚上 讲那个书里头那段 其实我很认同 于老师他教孩子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法 或者与众不同的 一个方法 就是他带着孩子 这个各地去走 你一定要走 行乱离路 就是走的过程中 你感触就很深刻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很多我出去旅行的故事 原来我们开车去甘南 走到半路上 这个 当时我记得 是个上山的路 别人开的那种 大的SUV 底盘很高 我把那轿车给开上去 一路辞着底盘 就硬辞 辞回来把底盘 护板都辞掉 但是我 我记得一路 我们饿了 随便路边停一家 这个小饭店 然后他那个手抓羊 可能肉煮都凉了 但不影响它好吃 然后呢 喝一盆可乐 吃个羊肉 或者喝个那个 八宝茶 盖板茶 然后呢 我们当时去 这个厄吉纳 看火阳林的时候 在那个沙漠里 然后走着走着没路了 车线在沙子里 在这等了一天 等别人来救援 就是那种突然 就是 计划之外所发生的事情 看起来才更像真实的旅行 就像这个John Lennon 有一句话叫做 Life is what happens to you while you are busy making other plans 就是 当你忙着 做其他计划的时候 然后突然发生 在你身上的这些东西 才叫做生活 其实很像是 对吧 而且你在 这个旅行的过程中 其实跟孩子 就有足够多的时间 去慢慢地聊天了 我觉得那个过程 其实挺美好的 你当时是 是去那个地方玩 还是 就是原来计划的 想去那个地方 然后有很多意料之外 那些事情就发生了 其实我都不做啥计划 我以前在 西安新东方那会儿 是教研主管 然后后来来了 新东方在线之后 我是高中英语的经理 所以 也有管理工作 所以跟老师们平常 我为了让老师们觉得 就是他们工作里头 除了正常面对的 因为新东方的工作 确实压力挺大的 很大 强度也挺大的 你也是新东方的事 是吧 反正整个的压力就是 来到这边之后 我就才来了一个月的时间 整体的就感觉到 我在这边好长的时间 因为除了上播之外的话 其他都是在备屏 在开会 在过数据 在复盘 就感觉 就跟这个地方 就融在一起了 不止一个月的时间 完全不止 对 就是这种 就度日如年 说到新坎里去了 度日如年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你的 现在每一分钟都过得很珍惜 就是这一段岁月很重要 你发现你现在这一段岁月 就特别像高三 你回顾你人生前18年 其实你印象深刻就是高三 你发现很多人一讲自己人生 到了六七十岁 还在讲自己高三那年 你看昨晚 周老师就在讲 他跟于老师不习班认识 对吧 当然主要是那段 他们俩才认识 但很多人一想到了高三 就是印象深刻 第一个就是把一分钟掰成几半用 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 就是尤其的珍惜时间 生命像一条缓缓奔跑的大河一样 你在那大河里 你会在意它今天流出去了一点水 或者蒸发一点水吗 你不会的 你也不会在意它现在流的有多快 对吧 但只有流到那个弯角处 流到那个低色的地方 形成一个巨大的喷波的瀑布的时候 人那刻才意识到 比如说水量很重要 流速很重要 就是人你看水的流的 其实跟你的生命一样 你平常无所事事的时候 在家里躺一天 打一天游戏 看一天电视剧的时候 你对生命没有任何体验 就是那种昏昏饿的日子 你就过了十年 你也不会深刻的 你也不会珍惜 你也不会回想 你真的 因为你没有大脑中的兴奋点 没有记忆点 对不对 但如果你是有那么几天 就是一分钟 恨不得掰成石板去过 然后就连上次的吃饭都 就是紧紧蒙蒙的 是 然后那个时候 你又大脑清醒的 看着一个目标 因为你想你高三读书那会儿 教室前面 聚高考还有到处多少天 然后你的目标是哪个大学 举战高考去哪个梦校 对 你又把那些想得很清楚 就是人生一定得有 那么一段时间里 一群人 一条心 朝着一个目标 日夜奋战 然后呢 这就是一种拼命挣扎的那种感觉 然后日后你回忆起来 才发现人生是真真正正热热烈烈的活过的 就你生命就绚烂了 就有色彩了 对就是你的体验 就是我刚 我们刚讲高三是那种 那其实你现在到了工作中的感受是一样的 就是你对生命的理解可能不一样吧 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其实比我们感触更深 因为咱俩还很年轻 在这胡说八道 讲人生 其实大家的这个感触会更深 我跟你看 昨天有一个 就是我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的时候 坦诚来说 我今天其实还挺累的 但是我刚纠结就结 我还是要正常来赶快内伤 不能装病 我昨天看你播了五个小时之后 我在想今天排版表会不会有所调整和变化 那还是没有 依然没有 按照既定的方向来走 体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定力 从来不摇摆 哪怕这个死后洪水滔天 但是你先跟我播 安排了 你就已经安排了 有一个奶奶 她联系一个 就是最近不是因为很多 大家说是我的这个粉丝 但是我说 我说她是我的丈母娘 我觉得我需要尊重这些人 因为我没有贬 实际上 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没有贬 我们就是推荐出找农产品 然后想做一些自营农产品 让大家在合适的价格里吃的更健康 更放心 更安全 但是突然就这么多人愿意包容你 他甚至还为了你的发展 你的薪酬 在你老板的账号下面留言 给你老板施加压力 然后还在昨天一百天的时候 给你送很多的花 然后又害怕你有精神压力 他说是让公司所有人一起庆祝 其实我挺感动 我觉得何德何能 我没有这个福气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福气 而且坦诚来说 过度接近之后 你发现没有人是完美的 就是你从高空看全是风景 但你离近地看 发现河边有很多的小垃圾 发现了没 人也是一样 就是你从远的地方看 你发现这个人很多闪光点 但是一旦接近的久了 你发现这个人 并不完美 甚至说非常糟糕 然后昨天有一个奶奶 联系我们一个 经常熟悉的朋友 他就说 这是个78岁的奶奶 你看这个奶奶给做的啥 这个奶奶做了手工 这是我们的一个一本书是吗 这是奶奶自己手织的 在这边 这是奶奶自己用手织的 然后说奶奶要寄给我 我说不能让奶奶寄 就特麻烦了 一定不能 就是给别人制造麻烦 然后他说 这是78岁的外婆寄给我的 从1月份就开始看赞直播了 1月份啊 坚持到现在 然后说知道我睡不着 还给我买了一个绘本 你想像一个奶奶在 太关心你了 就是你奶奶 真的是 就跟奶奶在跟我读绘本 然后还用手工给我织了 我的一家人和我的猫 然后他不会用互联网 他孙女找到了这个朋友 说要给我寄过来 我说不能寄 不能寄 他说这个 也没有其他东西 贵重的东西 就是自己手做的 我说这已经非常贵重了 然后就说着说着 我昨天晚上在回去的路上 就这个 真的泪如雨下 我在想 我说那你给我个地址 我想给奶奶寄点营养品 营养品 我寄奶奶写一封信 对 然后他说奶奶马上要回德国了 然后是让他转交 让他转寄的 他害怕给我添麻烦 然后说这个 谢谢小王子 我说为什么管我叫小王子呢 他说 外婆的孙女儿 是在 这个德国出生的 不会讲中文 你就能理解那种海外 有子的心呢 就他渴望故乡 他希望听到故乡熟悉的东西 希望听到 他小时候在故乡经历的一些故事 对 然后再一听 董雨会讲的很多农村的经历 外婆觉得非常的真实 因为董雨会的人生经历 真的跟上一代人 甚至上上一代人 故事是很相似的 很相似 他说从去年12月份开始 用海外版抖音直播 看我们直播 双语学习中文 就是他孙女在学中文 后面慢慢的可以说中文了 然后现在跟着我们直播 甚至学习一些诗词 然后外婆跟着孙女 其实回国 过了一次暑假 马上又要回德国了 然后外婆说你是小王子 他做了你的手工 这个也告诉孙女说 爱要克制 让孙女不要打扰你 他说要再次谢谢小王子 然后为什么说我是小王子呢 你看 这个下面给了一个解释 说外婆有一次翻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 你看他孙女已经学会 在这儿 孙女学会说中文了 从12月学到5月 做了很多笔记 可以看懂学员冲老师翻译版本诗词中的很多中文内容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 然后说 董老师读到 你对我说 有一天我看了44次日落 过了一会儿 你又说到 你知道 人在忧伤的时候就喜欢看日落 看了44次日落 当时你就那么忧伤 但小王子没有回答 外婆觉得 他就是小王子 他就是经历苦难 还努力向前的小王子 哎呀 他跟我讲这段 我昨天晚上 本来喝了咖啡也睡不着 我就反复在想 更睡不着了 这样 心情 对 我就在想这个说 外婆做还说 说 与外婆沟通后 表示 董老师 我说我想要送她的东西 外婆表示 从12月到现在从未打扰过 只是一些爱意 与梁小生老师所说的 亲爱的同志 相似的那种 忘年相惜的 这个爱意是一样的 他说礼物不需要回赠 谢谢小王子 我看到这里 我就瞬间有时候觉得 首先真的 这个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 默默地被这么多人爱着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我都不知道 或者当你听说他们故事的时候 你想给他们一些回报 但是你没有机会 对吧 人家回德国了 受不了你那点农产品 第一个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 但第二个就是 不管是爱还是被爱 都会给人力量 如果说我们这半年里头 或者三个月里头 最大的转变 就是东西会变得比以前坚定了一些 我从小是一个性格很敏感的孩子 总是喜欢 你多次分享过这方面的故事 对 比较比较摇摆 总是喜欢 被别人的这个意见所左右 比如前一段时间 其实北京天很冷 我确实我过了25岁之后 发现明显没有以前能扛了 然后我当时那几天冷 穿了衬衫 很多朋友说 这个很好很好 大家鼓励你 大家知道 其实很多朋友就是 出去了解一种心疼 对吧 觉得那两天我说话声音都变了 说这个你就穿着吧 没事 他就夸你说你穿衬衫帅 希望你不要受凉 但是这时候就有人说 你凭什么这个搞特殊 别人都穿功夫 你凭什么就穿个衬衫 我就会受影响 我觉得是不是在大家看来 就是我穿衬衫 是一个搞特殊行为的事情 然后呢 就又去穿短袖 结果把自己成功冻感冒了好几天 发烧了一场 后来还拉肚子 我还在吃药那段时间 对就那几天 就那天吃饭的时候 吃药我才过去的 对 吃个头包 然后呢 吃完药我瞬间就想通了 何必在意呢 何必在意呢 随便说呀 不在乎 就是 我们太年轻了 没有智慧 但是很多智慧是 朋友们给的 然后老人给的 然后很多人说 东西会要飘了 评价 东西会要飘了 但其实你发现 在我们账号下面 很多的数位谋面的朋友 就是丈母娘嘛 以野生丈母娘自居 然后大家不断地 在给我们提醒 给我们一些建议 对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水流 到了那个弯角的时候 然后它就开始 让我们去考虑到这个水势变极了 变得团极了 就在这个阶段 被逼到那个极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可能生命不在于 它的这个长度 而在于它的那种厚度 你慢慢就能够 体会到那种厚度的力量 其实我加入之后 我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上播嘛 然后上播之后 我就感觉 我能够感受到大家那种拼命 那种团结 那种为了一个目标 努力地去做事 但我更想去经历 比方说当时还没有破全那个阶段 在阴暗当中 看不到黎明曙光的那个阶段 如果从那个阶段再褪别过来 我觉得我也会变得 更加的坚定 更加的那种 能够有那种厚度感 但你们是幸运的 其实也没有必要 让自己说那么多苦 有时候受到苦的人呢 总喜欢给别人讲 苦 受苦多好 受苦多影响自己 但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性格里头很敏感 但是又很善良 然后时常有一些小的沮丧 但是在做事情又很坚定 你本身是有着 这样天使般品质的人 你不用受苦也行 不一定不要受苦 苦受多了 人会容易挫败 我就是 这个影响人力是100人 这个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这些人里头 第一名它排名是穆罕默德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基督教产生 产生最早的应该是佛教 因为佛教是公元前六世纪 六世纪产生的 同时期你看都是在东方的文明 第一个公元前六世纪 先是佛教 然后再是小孩 你可以给大家写在后面 就是这本书 镜头前的朋友们 如果你自己平常 喜欢看这些的话 或者喜欢 有时候听东西会胡说八道一些事情 其实很多可能都是从这本书里看来的 它的排名第一的是穆罕默德 其实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人类文明里头的这些重要影响人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 他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对吧 然后呢 他其实是在公元六世纪 或者已经说叫七世纪了 才有 就他比较晚 但为什么他在这本书里头影响人类历史 他排到了第一名呢 我们按照时间顺序 先给大家梳理一下 刚才我跟小安说到了 首先是公元前六世纪 孔子诞生了 孔子呢 后来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2000年 如何评价孔子的重要性 朱熹有一句话叫做 天不胜众你 万古如常业 你通过这句话 你就能知道这个 孔子是多么的重要 然后呢 对 你可以给大家继续讲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刚才说到了这个 首先在特别早的公元前六世纪 公元前六世纪 世界的东方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在人类思想或者是宗教 后来影响了世世代代人的两个人 传承 第一个叫做 诞生的第一个叫孔子 对吧 天不胜众你 万古如常业 众你就是孔子的这个名字 对吧 Johnny 我们说 看一笑 天不胜众你 万古如常业 你想大家都看不到光亮 那种感觉 这是关于孔子 然后同时 大概是同时期呢 大家知道 就是在印度的这个 释迦牟尼 在树下误刀了 所以后来呢 这个佛教 佛教在现在 世界范围内 大概有个 12万左右的信徒 这是 公元前六世纪 然后呢 接下来公元没有零世界 直接就是公元一世纪 Jesus Christ was born 就是 耶稣 对吧 耶稣基督 耶稣 我来 好 耶稣 突然反应不过的耶 对对对 Jesus Christ was born 耶稣出生了 然后耶稣出生 大家也知道 这个基督教的故事 其实呢 后来啊 很多人就在聊说 为什么基督教会被 西方世界推冲了这么多 然后前一段时间给大家讲过这个罗马 对吧 其实一开始罗马教皇把它定义为邪教 罗马教皇当时对他们是迫害的 甚至是一种残杀的一种方式 但是后来呢 罗马教皇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 所以就把基督教定为了国教 所以后来基督教定为罗马的国教之后 才迎来了基督教的大发展 大家也知道研究西方史 其实就是在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 所以导致后来这个基督教就范围越来越广 那到现在呢 基督教在全球制 这不是2012万啊 这应该是亿 不好意思啊 口误比误啊 12亿 然后呢 这个基督教到现在至少有25亿的信徒 然后再有一个 就是刚才给大家所提到的第三个 这个穆罕默德 他其实已经在70纪了 伊斯兰教 我们说真主要的是 上帝最后一个使者 对吧 然后呢 为什么他会给这个人这么高的评价 就是影响人类100人里头 他能排到第一个呢 因为你想 孔子在生前 他确实后世影响非常大 对吧 他是万世世表 他的论语 他甚至他所教的弟子 对吧 影响了中国的很多的传统的士大夫 或者是文人精神的面貌 然后释迦牟 他树下悟道 这个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对吧 史之常复制 勿使惹尘埃 就是后来当然传到了中国 在汉的末期 传到中国 经过这个汉花之后 在唐就开始大放异彩 然后呢 在南和北分别讲这个顿武和剑武 所以呢 释迦牟尼 他的这个智慧 也是影响后世很多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在当时生前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那包括耶稣也是 对吧 耶稣他的基督教的影响 其实是后人不断的这个 其实大家都知道 后来在写这个 Old Testament 对吧 写旧约和新约 其实那都跟他关系不大 唯有穆罕默德在生前 就已经当时 这个统一了阿拉伯世界 有了非常强盛的阿拉伯世界 然后他又有了宗教上的这个建树 所以他 我们我们经常说理论和实际 对吧 或者说就是知情合一 他不仅在理论 或者是这个思想上 有巨大的成就的影响 他同时在现实世界里头 也有着巨大的成就和影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最后会被在这本书里头 以这个作者的思路 被排为了影响人类世界的 第一名 第一名 那昨天晚上 我们在东方争选的号上 还给大家讲到了咖啡啊 讲到了咖啡 我从这可以继续不讲下去 就是为什么讲到咖啡 这种意会 来就要把它撤销吗 不是 我这要把屏幕往上滑一些 OK 滑不动了 滑一下 滑不了是吧 那就这儿吧 OK 那刚我们能把这个 开上一个那个啥不 开上一个正常的 反馈的桌面就行 是吧 对你来给大家调一下 好你先讲 昨天晚上还讲到了咖啡 为什么讲到咖啡 我会突然想到这儿呢 写字就行 好好好 行 这可能要加带一会儿 没事 就是咖啡最早是在哪儿 咖啡最早 我昨天晚上给大家讲 叫做埃塞俄比亚 对吧 COP 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山坡上发现 后来呢 是埃塞俄比亚人 他们去 这个打别人 然后传到其他地方 后来辗转反侧的 到了这个阿拉伯世界 在阿拉伯世界里头 这个饮料就越来越受欢迎了 因为伊斯兰教不允许你饮酒 但是人要保持思想的清醒的时候 就像这个茶 为什么在中国唐代受欢迎 因为到了唐代 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僧人 之前给大家讲 说每一个坊里头 就接坊 你到现在 到西安不是 后来一个叫 长安十二十层 他竟然会提到这个叫坊吗 坊 我们经常说这个杜牧住在什么什么坊 白居住在什么什么坊 当时就分为坊 每一个坊里头 他都有个寺庙 每一个坊都有 所以呢 你能想到当时这个唐代的这个 僧人有多少 而且后来大家都知道 韩玉 韩玉不就是因为这个 当时皇帝要赢佛谷 然后给皇上怼皇上 对吧 就说你看以前不信佛的时候 皇帝很长命 你看一信佛 一个比一个短命 就他一把血都让皇上给生气了 所以皇上把他贬到潮州去了 就是喜欢怼 他不喜欢 这块多了 这块你应该更熟 你一会可以把这给大家讲一讲 影响人类历史 一百分钟都没有韩语 我是在这提到了 所以就像当时唐代的中国僧人 需要喝茶保持清醒 后来呢 咖啡在阿拉伯世界就特别受欢迎 然后大家又知道知道了阿拉伯世界 后来你必须得提到一个国家 叫做土耳其 对吧 当然当时他不应该叫土耳其 当时他叫做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 然后呢 在奥斯曼帝国里头越来越受欢迎 大家后来又知道 一说到奥斯曼帝国 又想起来1453年 大破军事坦丁堡之后 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然后后来这个奥斯曼帝国 其实历史上强盛了非常 非常多时间 你能理解为什么现在土耳其 大家感觉他的这个经济 这个不行 各方面都不行 对 然后呢 军队也已经很落后了 但是爱尔多安仍然有一种 就感觉世界第一 老子天下第一那种强盛的感觉 曾经的 就是因为曾经 奥斯曼帝国真的很牛 奥斯曼帝国曾经的横跨 快三个大陆 他是一个超级强盛的帝国 他后来就是在入侵 打到维也纳的时候 维也纳 这块有应该1683吧 我记得好像有个数字 忘了是具体哪一年了 就是他去打维也纳的时候 前后围了几个月 他都攻而不下 之后实在没有办法 他只能撤退 他撤退的时候就放火烧呢 结果外面人闻到了 哎呀 什么香味 很香 原来大家发现是奥斯曼帝国 这些土耳其人来的时候 带的咖啡豆子 走的时候没有带走 大火一烧 把咖啡豆不是烘焙中香味的 没错没错 然后后来人们就发现了那个东西 后来维也纳就开了咖啡馆 但是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法说这个第一个咖啡馆是在维也纳开的 有人说欧洲的第一个咖啡馆是在这个威尼斯开的 就各种说法都有 然后我听过不同的说法 也没有办法确定谁到底说的是对的 因为我们也不是当事人 我们又不在现场 我们也不是那个桌子 所以这个后来就为什么说 咖啡对欧洲影响很很多呢 其实就是从这开始的 因为维也纳后来有了这个第一个咖啡馆之后 或者是威尼斯 威尼斯其实就是当时给大家说卖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在欧洲被反复的转卖转卖 斯拉夫人被转卖的过程中形成的中转站 就是叫我们所说的水上 威尼斯 非常好威尼斯 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有过咖啡馆 但比这家咖啡馆地方开的更早的地方 应该实际上是 比这咖啡馆开的更早的 就是我们刚所说的这个军事坦丁堡 就是后来的这个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 所以这些地方其实咖啡开的这个时间特别早 那刚才我其实是说到穆罕默德了 突然想到了这个 我们昨天卖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把很多的杂的数读得特别多的时候 你发现你就能把知识逐渐的联系在伊斯坦 对今天跟朋友们也讲到这个点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伊斯坦布尔在这先有咖啡 后来人们说 我有一种说法是威尼斯开的早 再后来是因为土耳其人撤退的时候 留下了豆子被大火一烧冒出了香味 然后维也纳开了 维也纳有了咖啡厅之后 在现在她仍然在这个欧洲非常受欢迎 然后我们昨天给大家讲咖啡 其实咖啡你喝的时候 第一个是意式浓缩的espresso 第二个是美式煮的淡一些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都后来成为了世界饮料 你看这块 你要说它跟穆罕默德有关系 那你辗转反侧来说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追问思源就是他 也有关系 对吧 就像有的时候历史就是得这样来讲 我们再给大家讲 比如说你说埃及 埃及后来没有被蒙古三次西征征服 跟重庆人有没有关系 其实应该是有的 对吧 讲一讲 没听过 这个我曾经给大家讲过这块很有意思的一个梗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次西征其实是成吉思汗带队 对吧 是窝阔台跟这个哲别师傅 成吉思汗 那第一次主要是打的花辣子摩和这个刚出了新疆那片那些国家 然后第二次呢就是这个长子西征嘛 长子西征 那长子西征打的主要就是东欧那些国家 就像大家现在知道俄罗斯呀乌克兰呀那些国家 匈牙利那些国家 尤其我给大家讲在布达佩斯嘛 在佩斯那里十万决战 那个国王叫做贝拉四世 应该叫做啊 贝拉四世 觉得自己无比强大的这个欧洲的骑兵 然后呢十万人全部被蒙古人最后砍到河里去了 所以就那个布达佩斯嘛 大家听过啊 就是第二次西征 然后三次西征呢 主要是蒙哥汗下令 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啊 蒙哥汗下令去打 这个时候他是给自己的弟弟叫乌序 乌序列 给自己的弟弟想着 那别人都有封地了 对吧 你都有金正韩国 你都有什么什么韩国 你都有什么什么韩国 你们已经把欧洲块分完了 都分到东欧了 没有分到西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第一个 当时呢 他们没 你发现就是 就是欧洲为什么会留了那么久 或者为什么非洲没有被入侵 每次都是打到一半时候 因为大韩去世了 就大韩一去世 他们必须所有人立刻要回到草原 要去开会 然后要去长生天 要有仪式 然后去讨论谁去继承草原 下一个答案是谁 而且在他们的草原上 可不是说长子低长子继承 不是的 就是谁有力量谁继承 他们就避免了那种 主绍国仪的情况 你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刘邦 不是 对 刘邦死后呢 后来为什么文帝小时候 他的这个 虽然是皇上 但是没有太多的权利 那是因为皇后在把持朝政 对吧 后来包括我们所说的汉武帝 刘彻在小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汉武的这个 太后在上面的 太后在把持朝政 所以主绍国仪这种现象 在草原上 他们比较尊崇力量 就不允许这种发生 所以很多时候是 哥哥去世的弟弟接 而且他们当时的文化 就是哥哥去世 甚至妃子也就 去接上了 对 弟弟这边去接上了 然后呢 第二次就是 这个因为大韩去世了 一群人就返回草原 所以东欧整个沦丧了 但是西欧 就比如大家现在所知道的 像法国呀 德国呀那些国家 为什么当时没有被打呢 主要原因是 他刚打的那块 然后呢 大韩去世了 那第三次就是 打着打着 蒙哥汗去世了 所以要不是蒙哥汗 很多人后来讨论说 那绝对就已经入侵埃及了 那当时的蒙古人的政权 就应该是一个横跨 亚非拉三帝国 不不不 应该是亚欧 亚非欧 亚非欧的三大帝国 三大大陆的帝国 那第三次 为什么没有打下去呢 就是因为打着打着 刚才我们所说的 蒙哥汗突然去世了 蒙哥汗为啥去世 就是因为蒙哥汗在南宋 打钓鱼城的时候 然后呢 去世了 钓鱼城在哪 钓鱼城就在重庆 当时南宋已经非常衰弱 就根本扛不住的时候 谁能想在重庆 这么小的一个山城 硬是把蒙古军队在这拖了25年 始终没有拖下来 天哪 对 就是蒙古的骑兵呢 一般南下的时候 速度极快 机动性极强 带着弯道 他们可不是那种重型的铠甲 他们就是弯道 就是第一个 像闪电家那种 对对对 就是闪电战的鼻祖 应该说是 速度快 然后呢 这个又战后补给强 他们就适合平原的大推进 但是第一个到了山城 本身你没有办法 你马又跑不上山上 然后第二个 我这个城一封闭 我里头有水有粮食 我无所谓 我跟你耗 对吧 一直耗 耗了那么多年 要不是钓鱼城 南宋不可能续命那么多年 那当然了 后来钓鱼城 没了之后呢 南宋 对吧 他迅速的无法牵制了 人的力量得到集中了 南宋就没了 所以后来大家才听到 这个就有人 灵丁羊里探灵丁吗 灵丁羊是哪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湾区啊 那没有办法 南宋王国了 我跳海了 跳海自尽了 所以你要说这个 要不是当时在钓鱼城下 对吧 有一天晚上 据说是当时钓鱼城里头 很少的一群人 突然趁着夜色 然后没有人注意 就一群人冲出去 然后呢 就放火烧 然后呢 这时候就 随便敢卡你 我回头就跑 在这个慌乱之中 猛哥函 坠马而亡 就坠马受伤 过几天就死了 像那个夏侯杰一样 三国里的夏侯杰一样 就那个意思 所以那你能说 这个万里之外的埃及人 得知道他们没有被 蒙古人的弯刀屠杀 主要是因为 在中国遥远的 这个重庆一个小城市里 遇到了重庆人 对 几十个人晚上冲去 到对方的帐营里 喊了一把 然后杀了一把 把对方大喊 从马上下下来 很难想象 但其实你发现 很多时候历史就是这么的巧合 太戏剧了 就是这么的巧合 对吧 就像我们给大家讲 要不是这个 军事坦定堡里头 那个门没有关上 或者要不是当时 这个 拿破仑在打的时候 他那个副手 没有及时地赶来增援 那历史就一直可以被改写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在给大家把数多了之后 你发现历史 没有那么多的必然和规律 任何一个英雄的成长 或者任何一个帝国的兴起 有无数个偶然的因素 就像直到现在 很多人仍然不相信 新方的火是偶然是运气 他们还在煞有其事的分析 是不是背后有一些布局 煞有其事的分析 说的头头是道 简直跟真的一样 这是如何通过资本的运作买流量 你都不看一下 在火之前 新东方的股价和新东方在线的股价 都跌成啥了 就那点钱咱还有啥资本呀 我的天哪 那是资本被黑的最惨的意思 对吧 就是那点是资本 就是那个意思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信 就是很多人往往相信历史一定是在一种 非常精密的推算和极其具有心机的运作之下 才形成的结果 他们不相信很多时候 更多其实历史是一种偶然 你不相信 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我在推荐这本书 我在讲穆罕默德 不好意思 扯远了 然后第二提到的牛顿 三定律 对 牛顿三大定律 就是这个牛顿三大定律 我们以前说 你携我来 好 很好 我跟小韩今天配合特别好 小韩这个也出道了 牛顿三大定律 他说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其实很多人有讨论过 牛顿所说的这个巨人到底是谁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开普勒 当然石明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因为石明人 他自己是物理导师 他完全不同的观点 他觉得是谁 不是开普勒 他觉得是这个 反正是另外一个人 这啥来着 突然往他的面子 不好意思 我突然往他 总之他觉得不是开普勒 开普勒当时是提出 他说了行星三大定律 没错 我们把开普勒 后来叫什么 我们把开普勒 叫做天空力发展 你听过没 就是大家觉得 他是the lawmaker of the universe the lawmaker of the sky 对吧 开普勒 然后这个石明人觉得不是 当然很多不同的人里头 有不同的解读 我肯定不是布鲁尔 这个说布鲁尔肯定是胡说的 伽利略 石明人说是伽利略 对 然后呢 我看到的书里头 是开普勒 因为他 我看到好像也是他 天空的立法者 对 因为很多人提出了开普勒 所说的这个三大定律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 因为开普勒当时就做了一个 那个原型 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是在做那个原型 大家可能很难理解 在当时这一群人 他们所做的尝试有多么的重要 来 我来 谢谢 谢谢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就是因为你要知道 在他们之前 大概公元前200多年 那个时候我们所说的 埃里斯多特 叫做亚里斯多德 就是古希腊人的影响 直到现在在欧洲 还非常常见 就古希腊人当时说的很多的东西 到现在甚至都是对的 比如当时 亚里斯多德告诉你地球是圆的 我们古人认为天圆地方 但是2000多年前 希腊人告诉你地球是圆的 而且人说的是对的 没错 观测完之后 得到的结论 他当时给出 不是开创的生物学是他 对吧 就很多的学科 甚至都是人开始的 就你要说在西方历史上 找一个智慧及大成者 亚里斯多德在这个西方的 这个历史地位或者影响 那就甚至跟我们所理解的孔子 几乎是一样的 对 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那你想那个亚里斯多德都提到了 这个宇宙的这个是以地球为中心的 而不是月亮 对吧 后来呢古希腊在古希腊前90 在96年又有一个人叫做 托勒密 地心说的那个人 托勒密 对 这个人对于历史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后来很多人对于这个到底 很多的什么研究的结论 就是在托勒密的这个角度下提出的 那托勒密就说了地球是地心说嘛 地球才是宇宙的核心 所以后来2000年没有人敢推翻他们 你要能理解 当时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有一个人叫哥白尼嘛 对吧 哥白尼 还有刚才大家所提到的第二个人是谁 伽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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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伽利略 谁提出了日信说 应该是他 然后他去支持他的观点 哥白尼提出了日信说 但是他很早就发现之后 他也没有给社会说 很多人说这些推翻了推翻了传统的人 后来也选择信教 错 哥白尼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极其虔诚的信教徒 他极其虔诚 他从头到尾都在信教 所以当他当时通过自己研究 他发现 哎呀 曾经说是错的时候 他其实第一时间没有提出来 他都到自己70多岁了 他才去托人去印自己的书 然后等他印刷的版本交到自己手上 看了一眼 就咽气了 就去世了 所以哥白尼其实他在生前 他根本没有冒着很大的危险去 推广自己的学说和理论 他也没有将自己的这个研究成果公之于众 他当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新教徒 那在哥白尼去世之后呢 有一个人开始在整个欧洲奔走 就是他 在他之前还有一个人 后来被绑上了架子活活烧死那个 布鲁诺 非常好 叫布鲁诺 哎呀 你看 这个小韩 OK 知识量超大 能够积极的互动 布鲁诺在他去世之后呢 就跑到整个欧洲 就替他炫耀他的学说 就说这个日新 这个日新说 然后但是布鲁诺呢 他后来就被教会烧死了嘛 烧死之后呢 一度哥白尼的很多作品就成为了禁书 就是你要能知道历史 不是你所想象的一夜之间新势力 或者知识科学真知就占领了高地 不是 两个人是互相撕扯 互相撕扯 对吧 就像你跟女朋友感觉谈不到一块了 不是说商量一下第二天分手 你们俩得撕扯好几年 撕扯的自乎没有任何美感 成了仇人手才能分开 那种感觉一样 就是说互相撕扯 撕扯的过程中 后来哥白尼的很多的学说 甚至他发表的书都已经被教会的反复去禁 然后实在没有办法 后来你像伽利略 他在支持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是异端邪处 就没有人敢去提 你提就是异端邪处 然后所以在 我们再给大家提到的 像刚才提到的开普勒 对吧 天空力法者 三大定律 然后站在开普勒的这个基础上 后来才有了牛顿的 牛顿 力学三大定律 这个非常的漫长的一个历史 当然我们现在在讲这块的时候 你讲的都非常短了 你看第一个穆哈默德 第二牛顿 第三是耶稣 对吧 基督教在现在它的影响范围 至少有25亿人之中 然后呢 而且都是相对来说白人国家多 那白人国家呢 就是以欧洲为中心 或者以欧美为中心 那大家又知道 在过去500年这些 比如说蒸汽机的这个动力革命 后来的电气革命 蒸汽革命 电气革命 以及最近的这个信息革命 连续三场大的人类生产工具的 这个大的创新 都是他们所发明并且主导的 所以在过去500年里头 他们迅速地摆脱了以前贫穷落后 那种小国分散的程度 他们一跃成为了世界最一流的国家 然后呢 所以这个基督教的影响也被前所未有的放大 那你看就是一 就你现在能看到1094年开始的十字军东征 今年是2022年 是不是1000年前了 1000年前就在这欺负人 传播那个教义 你看现在还在欺负人 对吧 当年就是这个乌尔班二世说了 这个杀一教徒死后能升天 那你现在其实还是在中共给人发动各种各样的战争 然后借着各种各样高尚的名义 像不像当年沃尔班就跟你说 那个唐人皇制的一个演讲 然后让大家去做那种泯灭人心的事情 其实很像 对吧 然后宗教本身没有坏 主要是有些人把这个东西给用坏了 对吧 就像科学技术一样 对 大部分的 大家发现你这么个宗教 人是劝人向善的 对吧 要有敬畏之心这些 只不过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把这个东西给人扭曲或者是邪恶化 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些的时候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地去看看 并不是说只要跟你不一样都是坏的 大部分还是好 就比如说现在一提到日本 其实很多人非常的敏感 但我们是不是也能 能不能说把那个全部 所有人都一棒子打死 是不是没有一个好人 也不是 可能也得犹豫犹豫 可能也得思考思考 可能也得判断判断断 对吧 那我们如果到最后就是非黑即白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大脑也有点太简单了 对 好像之前是你说的 是除了非黑即白之外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第三个 那个灰色地带 对 其实那个趋势很难界定 就是黑白 分明 但是更要学会一种灰度认知 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大善人 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大恶人 小时候我们都在学说要爱赠分明 对吧 要敬畏分明 对 善恶分明 就是非黑即白 但是你长大中 你如何定义善和恶呢 你怎么样定义善和恶 而且你发现人有时候 对善和恶的定义是很夸张 就一个好人 他干了一辈子好事 他只要干一件坏事 否定 彻底否定 就是万人诅咒托马 从此推下神坛 然后一个坏人 他作恶多端 干一件好事 大家觉得 他甚至有人性的光芒 就是很多时候 人其实对于善和恶的定义和理解 是很复杂的 所以其实我们就给大家讲 就是 更多时候还是希望 人能有一种更加 理性而完整的认知 这个 这个杂志还是挺重要的 其实看完这些书之后 我们一开始一些认知都会被他打碎 然后再去重组一些 比方说上一次我在讲《红楼梦》的时候也说到了 就里面有一些人物 比方说像薛霸王薛潘 他在外面打死人 但是呢 这个因为家里有关系 然后就疏通一下 就被放出来了 但是呢 他对自己的妹妹 又是疼爱有加 所以很复杂 真的是 为什么我在觉得四大明珠里面 《红楼梦》他的思想性最深 就是因为他的人物 没有一种非黑即白 他就是一种很复杂的一个形象在里面 对 没事 我不是聊了 大家在这 听我说 总统会千万不要胡说八道的 别谈敏感 我觉得我刚说的不是敏感话 我刚才引导一种讨论 尤其是在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在网上大家不了解事情全貌 更容易发表观点的时候 其实理性就显得更加重要 就是所有人张口就骂的时候 你能控制自己先去了解事情 这一点就显得你尤其可贵的 你先冷静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而不是人因一云 对 然后你看在后面 他有接下来第四名是释迦牟尼 第五名是孔子 你看他能把孔子的影响力 排到这个整个人类历史 前无畏 这非常难得 然后呢 大家所知道的哥伦布第九 爱因斯坦第十 1905年 爱因斯坦发表了 狭义相对论 对吧 然后1908年 通用汽车就成立了 所以 有时候你看一看历史 你有一种错位感 真的是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吗 很震惊啊 然后再下来 你看他后面有 伽利略 亚里士多德 欧基里德 摩西 达尔文 对吧 然后秦始皇 秦始皇的排 能排到17位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 大家知道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字和语言 相对统一 不能是绝对 就是至少中原地区 是相对统一的 没错 没错 那这里头就有一个 离不开一个人 就是秦始皇 就是他当时要统一度两横 书同文 书同文 车同鬼 就是没有一个共同语言的维系 其实大家很多的思想 是没有办法继续延续下去的 很多著书里做的东西 后人也不理解 对吧 所以你从这块去看 这个很难得 而且我觉得他很可贵一点是 他把这个君王排到了17位 把一些思想家就排到前面去了 看来这个思想是更加重要的一个 思想 对 这本书我们刚刚在这 已经给大家胡说了很多了 你们想看自己去看 你看这头第51位 就是乌尔班20 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发布了演出 然后开始了十字运动中的那个人 他只能说对人类影响 他没有说好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重要 就是影响影响 其实比方说 你看像大航海时代 然后像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那两个国家 然后就去美洲地区 然后呢 带去了病毒 但一方面他们也传播了自己些文化 很多时候像战争啊 像饥荒啊 这种社会动乱的时候 反而是这个文化呀 要开始要去更新和迭代这个过程了 所以只能说影响 不能说好坏 对 然后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些 其实第一个是 大家能够更具全面的认知 但第二个呢 就是你必须得有自己完整的一个 善恶观 或者是价值观的意道 不能轻易地被别人影响 所以 我也一直讲说这个 首先你得确保你的价值观是完整的 你的善恶观是真的能分得清善恶 有的时候善恶可能你把时间维度 稍微拉长一点点 你的善恶观就会变的 你眼前看这些事 你觉得我难以接受 但是你往大的想 其实你好像又能理解 嗯